Lia wrath on headquarters 영帶申請 架 hearts labour 婿姐夫 這幾天我想所有參與 不管程度的多寡 稍微參與到台灣的 轉型政院 знак相關議題的工作 我想可能都會在某一個時刻 感受到一個我稱之為 就是國家權力使用的極端不對稱 什麼叫做國家權力使用的極端不對稱呢 就是台灣經過這麼長時期的威權體制 國家權力投入的資源 在用來控制、監控人民的生活 然後對人民的生活任意的行使暴力 這裡頭的這個權力跟資源的使用是非常龐大的 但是等到國家一旦要變成民主 理論上來講 你應該要用至少同等程度的力量、資源 或者是要更多的力量跟資源 來撫平這個傷痛、面對這個真相 但我們看到的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說當國家的權力在剝奪人民的自由的時候 這個權力的力量非常厲害 但是在我們今天就是說 剛才葉子江長也提到的就是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般來講 你說補償追溯真相 其實言後來講三個工作以後 其實只做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其實稍有一點經濟資源的國家 其實做起來的地方很困難 那這個資源其實也是台灣人民 幾十年來共同累積的成果 所以真正重要的真相 這個需求跟追溯的可能性 其實事實上都是還沒有做的 這個工作 那我想我們很謝謝今天的議員人 Michael 回來了嗎 好 好 那就是說那個 如果有朋友提到成本基金會的相關工作 那個現在的執行長 這個龍橋其實也在場 也許可以代為回答一下 那龍橋來 稍微做一下 那我想就是 我想就是 我想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接下來開放 這個時間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所以在座的朋友 就是說不管是 對剛才四位議員人所分享的經驗 觀點 或者他們現在進行的工作 有任何的問題想要提出 有任何的意見想要表達 或者是觀點想要分享 那我也都非常歡迎 那請你發言的時候就是說 先說明一下 讓我們知道一下你是誰 就是說那這個 然後就是說 我想我們現在就開始 好嗎 那我是那裡設立一個衝突研究中心 我今天很感動 因為我大學畢業 出國以後 就一直沒有辦法回來到 很晚才回來 最近才回來 這麼發覺 那我今天很感動 就是大家這麼努力 為了這個轉型正義 再努力 因為我過去兩三年 法務部委在提倡 修復式正義 所以觀光的 我相信他們很多資源 很可惜我參加了他們 差不多四年來的這個會議當中 我發覺 他們是有決心要做什麼 但是很奇怪的觀念就是 有錢怎麼樣 要花到處開這個會議 那這個貢獻是什麼 我也不曉得 其實今天一樣 轉型性正義 要從一個舊體制 轉到一個未來的 國是島喜歡看 我們未來人民需要的是 比什麼去清算過去更重要 因為你也說了 主持人也說了 需要耗費很多的資源 去追溯 這好像是你要去抓那個 已經過去的豬豬了 一個王是很多聯繫的 南非我曉得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個案 他們不是重在怎麼賠償 他們是要把真相講出來 這樣的話可以 大家才有辦法 所以主、群、融、和諧 這些都不是重要的議題 只是政客在操入 我們人民要的是什麼 我們應當從人民做起 我個人挖掘這幾年 挖掘是台灣對這個情緒 跟這個思考的判斷 很可惜、很混亂 就是因為台灣的教育 都不教我們衝突面 只有教我們和諧面 只要聽別人 尤其是在霸權體制下那裡 所以真的 我發覺是很困難的工作 那我發覺 我們會單位辦了 教育部的小學教師 有跟他們訓練什麼 作為以後發展的資訊 我倒希望想知道 這些老師到底學到什麼 你們提供了什麼給他 我們這邊 國在長廣大學設立的 從武研究中心 我們是用行動訓練 我們不講理論的 大家一起來體驗 那這個到目前是 有超過一千人來接受訓練 我們還不敢大量的去推廣 那這個是現在 大概是很好的時機 我們會慢慢走出社會 走出社會 請大家一起來努力 特別感謝這幾位這麼辛苦 好那麼把真相要挖出來是不簡單 但最重要的 真相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承諾 人民的承諾 他願意為我們一起來 大陸大陸整個 未來的工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剛才已經說 你只是一個基金 所以不會 我們並沒有承辦 教育部的活動 竹心科學基金運作的這幾年 唯一 這個 由基金來規劃的活動 只有這些論壇 我們所有的其他的 都是我們補助的 就是說由其他的團體 就是說他們主動申請執行的 那這次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還有我其他的朋友 好 好 請說 大家好 我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那這幾年跟 今天在談這個主題 跟工作人員 稍微有相關 那我想請教的問題是 可能今天我們在參與 這一部分工作的人 多多少少是跟 這道理事有一點點聯繫或關係 可能本身是當事人 或者是當事人的第二代 那我想問的是 再來 新的世代再出來之後 他們本身並沒有 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 那距離比較疏遠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譬如說 執政長他們其實也在做很多 反動的工作 比如說去 用他們的方式來詮釋歷史 或者試圖去改變 過去已經 努力到一個階段的 這些有的成果 那你們的判斷是 接下來這個世代 他們會怎麼去看待 轉型正義這個題目 那他們的責任又是什麼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很重要 那我想也可能是 我們在座每一個 就是說 雨潭人都有可能 可以分享 觀點和主題 那我想 我們先看看 有沒有再一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一起 請雨潭人回應 好嗎 在座還有哪一位朋友 如果一時沒有的話 那也許我們就先針對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就先請 今天的雨潭人 我們針對就是說 當屬於親屬 直接有相關 有家庭經驗的這一代 就是說 也逐漸成長以後 我們要怎麼樣 讓這個東西 其實事實上 它能夠讓新的世代 持續的對這個議題 事實上是熟悉跟了解 以及就是說 如果是面對一個 相對有點煩動的 就是說 一方面在挖掘歷史的真相 一方面有力的力量 在掩蓋這個歷史的真相 或模糊這個歷史的真相的時候 那麼應該要怎麼樣的 來面對跟處理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請 就是說所有的雨潭人 然後 那請龍橋 就是說也代表陳基金會 這個就是說 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稍微回應一下 大家好 就我的經驗來看 就我接觸一些年輕人 那包括說 因為 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不願意去碰這些歷史 甚至我們阿里斯巴前面 他們跟他說一些東西很重要 但是他們都不願意看 但是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說 當他 從他關心的議題開始 去切入這個歷史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就會進入 進入到這個 到這個領域裡面 那我個人是 那我個人是 就跟所謂歷史 這段歷史是本身沒有任何相關的 那我是接觸到幾個朋友 包括像 所謂的外省級的 弟 弟弟 就要期待他們 本身是屬於 半男的 他們可能真的是 半男或是深男的朋友 那他們 他從關心環保的部分 開始 從 從 反國光石化開始 那他從 反國光石化 開始之後 他接觸到 也許從我們進去 我們也在 反國光石化的陣營裡面 所以當他們發現說 有其他陣營的人在 然後他們在 從 環保 然後從 再接觸到歷史的時候 他 可以去了解說 過去的這段歷史 本來他很抗拒去接受的 然後他去了解之後 已經從 深男變成 非男的 我們當然不是說 意圖去改變他的 所謂的政治理想 而是 他說 他 可以從 不了解 或是不願意去了解 然後去了解說 到底過去 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 同樣是一個 公務人員 然後深男的家庭 他 從 關心女性議題的角度去 從他們的 性別的團體 放了 看我們去 那他也不小心就看 所以他 一頭 再到這個 這一個環境裡面 所以我也覺得說 年輕人 他們並不是說 真的不會去碰這段歷史 而是說 要讓他們知道說 這段歷史到底跟他們 有什麼相關 那我從 洪東修的 暗設展看 就是 這些年輕人並不是 這麼不關心 公務人員 或是不關心我們的未來 而是說 當 跟他 切身相關的時候 這一道 怎麼樣 把過去的歷史 跟他目前 的生活 這條管道 拉在一起的時候 也許他們就可以 很容易的 進到這個 這個 這個領域 那這是我們的看法 那也許 我們按照剛才的話 也順序 讓我們倒楊 我先回答剛剛 拍紀錄片的同學 拍紀錄片要找 預算 是最痛苦的事情 那我 我自己 這幾年 我剛剛還有做一些展覽 我說 華文山特展 做 富民郎的特展 那麼 我還會籌備 大陸 募客家的 台灣募客影像 大概在明年 就是說 有30個大陸的募客家 對台灣的影響 的看法 的募客的作品 那我 我當然有其他地方 可以有這些 一些預算 可以來 可是一般來講 拍紀錄片的人 找錢很難 那麼 剛剛那部分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 綠色執政的時候 我們要預算 會比在 藍色執政的時候 要預算更難 簡單說就是說 因為綠色執政的時候 過去餓了 基本教育派的人 整個要吃蛋 所以要先把這一百個餵飽了 從一百零一 領號碼牌 要從一百零一開始跑 那在藍色執政的時候 還比較有可能要到預算 如果你的題目比較騙率的話 因為他可能要比較公正一點 所以 這是我的一點經驗 謝謝 這回應可能有點 出過很多人的 這個預料 不過也許 也可能沒有其他的機會 或議題 可以跟這個東西相關 弄其中 怎麼擔心 我們的 對於下一半 我們的目標有兩個 有兩個 但是我們 錢很少很少很痛苦 現在到處想辦法再找錢 一個是體制內 一個是體制外 體制內最快的就是進教材 可是進教材的話 我覺得 難啊 沒那麼簡單 可能要用立法院的 非力量 精湊來最快 另外一個就是 消息教育 就是學生 學生的戶外教學 小學 記得曾經 唯一一篇有關 台積島兵的 課文是以前 黃樹平 黃樹平先生寫的 那個 勇士乾杯 他到一個原住民的家裡 進去跟他喝酒 喝喝喝兩酒 他牆上竟然掛著 有國軍、解放軍、日軍 他會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他說 都是他的祖先 他在用他的 簽寫的文字去寫出來 所以很多人對 台積島兵的印象 是從那天文章 這是我們要推動的努力 一個就是中央政府的教材 另外一個是地方政府的 戶外教學、鄉武教學 這兩個 那第三個就是 我說的體制外 我們怎麼樣把那個僵硬的 其實我們這個故事是比較活的 比較好玩的 戰爭 是比較好玩的 比那個白色恐怖沒有壓力那麼大 那戰爭呢 我們可能現在想 就把它活化 怎麼樣活化呢 可能我們現在想 已經 文學獎已經出來了 好像比較容易閱讀的小說 那另外呢 就是 動畫 然後 甚至漫畫 我們去 去設計一個故事 用他們這些素材 太多故事 去設計一個故事 甚至塑造出一個英雄 因為小孩子喜歡看這種東西 利用這種方式 也就是一個進入教育的體制 那就是我們自己能夠怎麼把它活化 這樣子 當然我們現在還在 找錢 找錢 好 那請後面 第一個問題其實還蠻常有人問的 就是說 怎麼 然後 你知道你今天也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常常我們會看到 每次228 或 每年的228 有個中樞的紀念儀式 那 比如我們PTT 網路上的推文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這個到底要抽多久 這不知道有什麼事 相關推文一定會這樣 那通常我們 就是說 面跟多年的回應方式 是 因為我最近念社會學 通常我會講 社會學家在說 你怎麼去擴大 這個道德跟政治共同體的邊界 你承認別人的苦難也是我的苦難 才有辦法 如果別人的苦難是你的事 我的苦難是我的事 那你的這個社群的邊界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怎麼去擴大 你所身處的這個社群 你怎麼去擴大這個東西 那對他人的苦難的肯認跟認識 是一個基本的入門這樣 所以就是說 用這個 這樣子的想法去推廣 然後比方說 過去非常多年輕人 覺得這跟他無關 他跟他無關 可能是他們很不曉得有這些事件物事 我們剛剛講的 反正我們在台灣的能見度 能見度非常的低 那 所以透過 我們現在也在努力的 把過去的榜台的成果 改寫出版 然後推廣到教育的場域去 那我想這會是一個 就是說慢慢去追求改變的一個開始 那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的執政長 有一些反正的書或是什麼 我想 這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這就是永恆的意思是一塊的鬥真嗎 這在任何國家都非常常見 你不要說納粹 歷史看起來這樣絕對話 但是一定也存在於小批 我覺得根本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過的人 這不是你一種 就是說 這其實在 你放到國際的那個視野上 這不是台灣的一個特殊的現象 那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正式它是一個 永恆的鬥爭的場域的這個現實 那我們就是準備好自己的東西 慢慢的累積嘛 然後去把握時間去採集資料 做嚴謹的研究和調查 我剛剛講的那些數據 跟一般的粗糙的政治操縫是完全不同的 從這個東西慢慢累積才能開始 對我強勢的動作 一個 因為剛剛提問的陳玉清導演 他其實自己本身也是紀錄片工作者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那我利用主持人的特殊 稍微分享一點 就是說我對他這個 他提到的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還有剛剛前面 草木大學成交的時候 提到的關於這個和諧的問題 我想當我們在談和解的時候 包括這個族群和諧公益基金 就是說我想和諧或者是和解 它其實應該是 事實上是我們想要追求的東西 但它不能夠成為任何東西的前提 所以它不能夠成為任何東西的前提 就是說 這好像就是說 兩照雙方 如果我們今天講說 你們願歸應和解 我坦白講 和解或是和諧一定是有前提的 一定要有一些基礎 你才有可能和解 一定要有一些基礎 你才能夠來談和諧 不然的話 就是我們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 我今天對你的權利 做了這麼嚴重的侵害 然後呢 有一天我就跟你講說 我們開始和解吧 我們開始 因為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和諧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我想不叫和解或是和諧 那這個東西應該要叫做不正義 或者用通俗的白話來講的話 這就叫做欺人太甚 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對別人使用了暴力 然後今天你對於這個暴力的性質 那不管是在個人的層面上 或是國家對個人的這個行使上來講 那麼今天就是說 當對方要求就是說 你把你到底對我做了什麼 這件事情講清楚 你對我做了什麼 你為什麼對我做這些事情 這一些東西如果都 你都不肯講清楚的狀況之下 那你要求就是說 我一定要接受跟你和解 我一定要跟你之間 維持一個和諧的關係 我想這個事實上是真的非常困難 那我特別要針對這個部分 稍微說明一下原因 因為一方面 我們現在是有族群和諧公益基金 然後那民間有所謂的 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那但是我想這個前提 就是說 坦白說其實從轉型正義的研究來講 我想國際上的文獻也已經顯示 而且我們自己在台灣實際上的經驗也有 像我們譬如說訪問這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就會有受難者很明白地講說 他絕對沒有和解的可能 因為政府做得這麼少 他憑什麼要來要求我要用一個和解的心情 所以我們講就是說即使今天有真相 他也不見得會有和解 受傷害的人有權利選擇無和解 但是沒有真相是絕對不可能和解 所以有真相不見的一定會有和解 但是沒有真相是絕對不可能和解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 就是說我覺得 這個我們在談和諧或是和解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還蠻重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不然的話 坦白講 現在有些國家 譬如說我們對岸 中國也一天到晚在談和諧 那種談法其實坦白說 事實上是蠻恐怖的 那至於剛剛講到就是說下一代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我們目前在推動轉型陣營的時候 面對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小小的觀察 我的那個觀察事實上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正是因為 剛才Michael一開始引言的時候 他其實有提到這個所謂的 就是德國的這個出名的後來流往美國的這個 哲學家這個Hannah-鄂蘭他的那個書 他那本書其實有關是叫做 the banality of evil 事實上是說邪惡的平凡 但是很有趣 就是中文世界常常把分平凡的邪惡 其實兩個都是還蠻符合他的那個概念 那但是這個所謂 他要談到就是說 所謂的一個這個怎麼講 就是說邪惡本身這麼的平凡 我覺得這件事情放在 我們今天去看那個白色恐怖 或是國家暴力上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我們知道的越多 我們就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更多 那在這裡頭其他的那個平凡性 就是說他真的是無所不在 就是說我們今天會對這件事情 那麼的缺乏感覺 那是因為我們實際上不知道 原來他發生在這麼多人身上 我們過去幾年所做的一些小小的工作 一些小小的成果的累積 其實會讓我們反覆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很多人他會在這個過程中 突然有一個經驗說 原來他也是受害者啊 原來他也是受難者家族 原來他也有這種經驗 可是這個東西在威權體制之下 他是長期被掩蓋 那個威權體制的那個掩蓋 就是要求人們對於他所遭遇到的不義 保持沉默 那這個保持了幾十年的沉默以後 以至於就是說其實這個社會 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要共同的去面對這個真相 共同的才能夠共同進入一個療傷的過程 或者是說像包包容橋在內 整個陳文成基金會國內的民間團體 這些有限的人力所在做的這個東西 相對因為他的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他相對那個工作的進展的速度會很慢 可是大部分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其實在做轉型這個時候 他要投入一定的相當程度的國家資源 因為他需要有資源 就是說建立歷史的檔案 整理相關的這個資料 那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像莊總大師剛剛講的 還有真正的進入教育 然後真正的進入教育的場域裡頭 那那個教育是指說體制裡頭 我們的學生讀課本就一定會讀到 那這個時候你才有可能 就是說開始來談所謂真正的和解 人們在知道足夠的真相的時候 才有可能有這個機會 那今天我們橫更在眼前的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們會有一種猜測或者直覺 就是說如果這個真相會更多的人知道的話 那更多人就會知道這個其實是這個社會 很多人共同都有的這個經驗 我們現在其實在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工作之一 其實就是想要發展教材 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有一些國高中的老師他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你在這個過程裡頭我們就其實 會去挑出我們過去幾年做的訪談的例子 這些受訪者其實都不是有名的人 他並不是我們有時候台灣會有個錯覺 所以政治受難者是一小群非常勇敢 然後那現在很多人完全不是 在白色恐怖之下很多人 事實上就是我們周圍的人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讓學生知道 他就讀到說原來我住在台南 然後原來這個就是我家所在的嶺 所在的鎮原來就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可能是一個什麼印刷廠的老闆 他可能是一個高中老師 類似這樣 那我是覺得這個 所以面對上一代的問題 真的我們其實從民間的角度來講 除了努力繼續做以外 好像一十言 並沒有辦法想到更好的做法 不好意思我多講了一點 那在座還有沒有請 請說 為什麼 為什麼像那個吳敦尼 吳伯雄 黃秀柱 他們也都是有家人被破壞過 那為什麼現在會跟國民黨也走得那麼近 他們為什麼沒有像有些人被破壞過 都不想跟國民黨去和解 請問是什麼原因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為什麼他是這個立場 那就是說一個人的願意和解或不和解 跟他的家族的歷史說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但是如果跟我個人的意見的話 我其實有一個猜測 那個猜測就是我認為他們對真相是不夠了解 所以不夠了解就是說 他可能知道說 像吳伯雄的話 因為他的國父吳鴻奇的那個案子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後來228出土的資料 很多都會提到他的這個情形 那可是如果說 就是說他的這個 譬如他的國母後來的這個口述 怎麼樣的被孤立 被整個還包含被家族孤立 類似像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更清楚的 知道那個所謂的真相 那真相不僅僅的停留在一個抽象的概念說 我的父親曾經發生 曾經做了這樣的一件事 而是他所有的活動 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整個體制的一步一步的 是怎麼樣在對待他 那這個東西我 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 對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我給你一個很大的答案 我訪問過吳伯雄的唐哥 對 對 他們家的講法就是 先是三個字的審罵 然後就告訴你 因為他們家 就是 如果有這個系統 可以拿到比較多的政治支援 就才會有後來這麼好的 那他們家是受害者 他們不可能分告 所以這是答案 比較直接的 好 那如果沒有 好 好 這邊就有一位 OK 今天來聽這個題目 實際上我一直有感覺 轉型 正義的未堅之功 實際上我一直的感覺是 我不能這樣研究 我一直的感覺是 還沒開始 他未堅之功是 太奢侈了 這真像某個國家 整個某個情況之下 所以還沒開始 那剛才聽那個 洪導演 提到 一個 方天懷 我剛聽到 洪導演說 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指揮系統 這照我覺得 哇 太多人了 所以我想 想了解一下 能不能辦法 更落出 在這個威脅裡 這個架害系統 這個架害系統 有什麼分布的 我們可以列解情緒劇統 或是 你好 現在記得 怎麼個 那個 某某某 什麼生道 整個行家 各個層面 各個行業 那個系統 要是怎麼了解 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研究成果 可以讓人 變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小小問題 剛才那個 A小姐 提到國安法 第二條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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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洪導演 要先回應一下這個問題嗎 拍片比較直接 我給你們答案是這樣 方天懷的案子 他的背景 我們的調查 他不屬於任何一個系統 但是因為他是中央幹校的 他是屬於天子的系統 那麼他來台灣之後 他急於表現 那麼因為他可能不是主流 所以就跑到花蓮去 他到了花蓮以後 盯上這一戶人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式 去把情報盯上 提供給當地的 這個 比較有權勢的 國民黨的系統的人 那邊的人可能跟他講 也沒有具體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那後來事情發生了 因為張七朗跟當地的那個縣長 是不太好 兩邊有事實上第一的隊伍 所以到了軍隊來的時候 他去咬風 所以就造成了悲劇 造成悲劇之後呢 我們的調查是 也沒有人因為這樣 就給他升官 所以他還是一樣 要想盡自己的方法 就找到另外一個人 去告訴他說 我有做過這些事情 所以那個人就給他從教育廳那邊 給他發了一個通知 讓他有一個質問 一個資格 因為他專概教是不能交書的嘛 給他一個資格 讓他從那個地方可以去交書 然後他就開始留在交書的系統 然後又到零務局去上班 這反正 這些特務用什麼方法生存 其實他們也是很掙扎的 因為真的被看到的 是屬於哪個都不大系統的 那個才會分得到 剛剛另外一位執行長講的 說有三成是獎金 三成是繳庫 三成做辦案的費用 這個是一個常態 那有些時候就是因為 大家都跟 湊龍過街一樣 都是常常一堆來 只要看你有錢 他就都來了 我們拍一下 我們拍黃龍山的故事的時候 在整個案子 我們最後我們追出來說 他是因為他牽涉到 屏東的張基甫 後來就是做到屏東市長 張和川的爸爸 張基甫以前是屏東的 參議會的議長 那麼他在228的時候 因為有出了事情 有人要找他 這張基甫很充分 就躲掉了 因為夏威甫議長 就被抓起來 堕掉生殖器 游街 那是一段很殘忍的事情 那他躲過一次以後 他到了後面 還是有一個人陰他 就是因為 屏東工作山的這些特務 知道他會有錢 那等到最後把他抓起來 也把他下了大牢 然後準備要修理他的時候 就寫了這個判決書 那判決書寫錯了 判決書裡面寫說 張基甫支持 那些土地改革政策 三七五建築 這個報告後來轉到國防部 到了國防部的系統裡面 國防部資料是 到了蔣建國是看到的 蔣建國就很緊張 因為這個政策是他推的啊 所以你搞到這邊去扯到他 所以又下條子 這七個人裡面 因為案頭 張基甫唯一無罪釋放 其他六個人 一個 一個白癡 不曉得還怎麼辦 沒有辦法處理 就到處 移來移去 還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四個人槍斃 就是 黃龍塞就在裡面 都是扯進來 所以我們看很多的案子 我只能可以解釋說 你問我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做這麼多年 看 我大概看過的是 不少判決書的人 我們看這麼多的案子 可能是因為我們搞不去的時候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 有人躲得掉 有人躲不掉 實在的悲劇 好 那個 公民排隊 國外法191號 需要補充嗎 好 好 那個 我再說各位 如果很關心這個議題 而且剛好如果也有 就是說 家人 朋友 其實事實上 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或者是 就是說 過去有經驗過 國家報的地方 那其實事實上 目前的檔案局 就是說我們其實事實上 都常 就是說 希望 或者是鼓勵 就是說 你如果有知道親人的朋友 是這樣的 就是受難者的話 那麼其實可以去檔案局 申請他 我的資料 沒有 其實還是可以 最近才能申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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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那是檔案局 那不是補償基金會 補償基金會 對對對 我現在講的不是補償基金會 我講的是歷史資料 就是說 因為 洪導演剛剛以為我在講的是 那個 紀元時期不到審判的補償基金會 受理這個補償 我說的不是這個 那我說的事實上是 如果各位有興趣想要看一下 那個檔案的話 其實可以去檔案局 就用他們的名字來搜索 那當然這並不表示 你可能可以看到所有的檔案 因為我們也不曉得檔案局整理的狀況 但是呢 其實機會上是 你會有機會看到 你自己親人的當時的這個檔案 相關的審判書啊或什麼 那如果這個願意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今天因為時間其實也很有限 然後那很感謝 很感謝各位今天拖時間來參與這個座談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 就是說在座的余談人 跟我們分享相關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回應大家的這個問題 那麼也希望各位未來能夠繼續關心 轉型正義這方面的這個推動 讓台灣有一天成為真正民主的國家 謝謝各位